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純粹從市場的發展來看 免費佈置在香港大有可為 因為完全符合了港人的需求 拿著數,是淺薄化、融俗化 以及注重傳媒的感官效應 但以免費報紙進一步侵蝕香港整個暴躍生態 帶來的社會代價相當沉重 當免費報紙大行祈禱時 傳統報紙經營更困難 那些優質或持守著一定的新聞措手 和道德防晉的報紙 可能進一步在市場收縮 如果缺乏足夠的經濟支援時 可能已經到報紙的生存 回顧過二十年來 香港有不少的報紙刊物 都是紛紛接賣的 很大程度 這些都是好的報紙 好的刊物 證明這個劣報、驅良報的定律 仍然是在運作中的 當然爽報出現其實我自己有期望 黎晶先生在一個辦報的奇才 我看他當年辦蘋果 在台灣辦一周刊蘋果 其實都是扭轉了整個市場 即是他有足夠市場的洞察力 並且龐大的資金頭 其實是足以去改變到整個報紙生態 但是爽報出現我感到有點失望 首先他有太多蘋果影子 形成了可能首先 在銷路上就衝擊 就是蘋果的報紙 因為自己人打指人的經營手法 管理手段可能是黎晶先生的獨有 希望就算同一集團 你自己都要施殺 自己都要競爭 內容方面有太多蘋果影子 甚至連那些副刊的作者都太多重疊 這確實是有點令人難以想像 是無法開拓一個免費報紙的新市場 或者建立一個免費報紙一種新的形態 其實免費報紙的出現 或者免費報紙的發展空間 其實有很多是可以發展的 但是今天看幾份免費報紙 基本上都是中規中矩 但是似乎大家仍然持有著 免費報紙一個多無形的道德防線 因為是免費 要是要向廣大市民免費派發 所以他那個新聞的處理 或者是庫刊文字處理圖片處理 都是比較上穩健保守 是適合一般讀者的口味 但是爽報顯然要是進佔更大市場 現在發行量去到八十萬 我相信一百萬絕對是按手可求 你只要按按鈕印幾多得幾多 你肯把錢下去就行了 你燒錢就行了 但似乎他就希望爽步出現 能夠進佔到免費報紙更大市場 甚至令到部分對手是支持不住 是要接埋的 這就是市場策略 但是你沒想過一種比較是暫身 一種的免費報紙經營方法 即是沿用二三十年前那些小報的方法 程式小說 嫌女圖 那些漫畫 新聞故事 這些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紅綠鎮安 超然悅華 都是這樣做 完全沒有新意的 所以你投入這麼大資源 這麼大聲勢版本給報紙 而是只是重複成一個 迷你的蘋果 並且將二三十年前 辦小報那些色情手段 放進去 完全是一種退報的方法 另一方面 免費報紙 雖然它是免費 但免費東西都有一個所謂 道德的防線 一種社會責任 不是說我免費給你看 你要求這麼多做什麼 不是的 你有責任的 傳媒本身是社會公器 所以我們一定要出聲 有人說 其實現在香港整個社會都色情化 你上網什麼都看 之前說 河流污染了 有人倒墨水下去 倒污水下去 算了都污染了 這個永恆的警覺 我們需要 正因為河流不斷污染 我們更加要珍惜 應該注入更多的清泉 更加令到河流 可以是 那些污染程度減少 不是說 反正污染了 倒少許下去 算是怎樣 並且我相信 如果社會上是沒有聲音 社會上是默然接受受 我相信 爽暴 那種的鹽化 那種的鹽份 只會變本加厲 令人看得越來越爽 這是市場策略 所以我相信大家 特別交流界的朋友 家長 要出聲 特別能夠在屋苑 一些公共地方 我們能夠表達我的意見 我們不歡迎某類型報紙 不歡迎某些友誼 太多鹽化 太多兒童不移的報紙 在我屋苑出現 在屋苑的店舖出現 我們是可以發聲的 模仿應免費報紙 將會逐漸成為 香港整個傳媒的主流 正如此 我們將會面對一條 不斷被污染 不斷污染家劇的河流 你在岸邊 乘涼 看風景很舒服 但告訴你 免費報紙其實要付代價 是整個社會去付抄的